七堵东兴街134号玄冥宫这个地方 长久以来都有两三公尺入浮的差距 每当汇车时总是显向缓身 地方办事府能加警示或是隔板确保安全 要不要坐轮杆 要啊 为什么要坐轮杆 危险啊 开车有危险啊 请摩托车的也是一样 因为那个转角 有时候车太快的话 比如坐那个护轮的话 或者是白铁栏杆的话 容易发生那个什么 是意外很危险 这有什么数据 希望那个什么 相关单位或议员的经费 他能把它那个做起来 就是这一段 有两三公尺高的路段差距 让驾驶朋友觉得很危险 每当汇车的时候 总是得小心翼翼 市议员苏才发邀请相关单位到场研究 解决这个问题 我常认为这个路已经很久很久了 车子出入也是 车出力也很多 所以民众啊 这个开车都建议说这样很危险 尤其是转角 下面那个破坑差不多三四米高 像那个尤其这边那个公车啊 大型车来 小车更加危险 一万万一啦 不怕一万啦 所以希望说我们 现在要请市政府去公所来回砍 他们说今年都要把它做起来 公务处承办人员指出 会立即找今年度的经费来兴建挡板 预计今年暑假可以完工 在这之前 还是提醒驾驶朋友 行进此路段时 开慢一点 注意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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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